西藏文化 他能给我带来的全是那种很积极的向上的感觉 自己获得了什么就要反馈给其他人 就一直要怀有感恩的心 我喜欢听贵师叔 我们就是希望给西藏小孩子们呈现更多元的这种渠度内容 这种渠度内容 早晚 早早晚 早晚 早晚 杳母 杳母 谁爱 Saturday mornings 是的话 她的孩子 带她 接着 NuoNuo 子栈 传来 听导 我最喜欢 听故事说 我最喜欢 今天讲的 Sai Sui 我喜欢周六来 因为大陆老师会给我讲很多故事 还可以做手工 还可以交朋友 to his young listeners Tashi Tsering who founded the children's library is the king of stories 他还凶了 你要看那个 你要看可以放开的吗 好的那你就在那边看吧 去吧 去吧 我们从18年就是周六上午的 诺诺汇本之旅 就是给孩子们用藏语汉语英语 讲故事 然后做手工 哦呀 长进路 大概一几年很得了 不然 Ji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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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习国际贸易 我觉得教育挺有意义的 然后就进入教育里面的这个教培行业 最初是给孩子做这种有声故事 这边的小朋友晚上睡前 需要有这种就是睡前的故事 但是没有藏语的睡前故事这种资源 那我就开始做这个线上的藏语的这种睡前故事资源 18年到19年 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读了一年的访问学者 接触到了大量的这种优质的绘本 后来我在想 我要做一些藏语的绘本 Tashi Tsering's life has been bound up with storybooks ever since 我们目前累计的话已经出了20本 藏语的绘本 然后这个里面有从国外翻译的 也有从国内的汉语的绘本翻译的 然后也有我们自己原创的 我也有特别经典的好恶的毛毛虫的藏语版 藏语版的话好恶的毛毛虫的是第66个语言 就是被翻译的语言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 比如说从汉语翻译过来的 像这本非常经典的中文原创绘本 公主怎么挖鼻齿 就是这本书也是非常非常地受孩子们的喜爱 因为它有非常有趣味性 但是它其实主要还是讲的是卫生 我自己也特别喜欢 比如说像跟藏主人的生活相关的 牛粪们的愿望是咱们国内非常知名的绘本作家 熊亮老师跟小悠老师一起创作的 然后这本书的话是讲的是关于牛粪的 特别也是从牛粪的第一视角 去做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互动 今天我为小朋友讲的一些 是比较有一个互动性的一些 其实有本故事 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在故事里面进入角色也是非常有感觉的 孩子上小学之前就是早期的教育这块 家长们的知识上的一些习惯呀 其实大家都是给孩子看动画片呀 但是家长也会苦恼就是说没有好的这种藏语的这种有生的资源也好 还是一些童话资源也好 因为之前我们的老一辈可能接触这些的机会不多 所以现在的话对他们来说这个机会很难得 对小孩来说的话 然后打开了电子世界以外的那个图书世界对他们来说帮助很大 以前的话胆子很小 现在是那个看了那些你看起很好吃呀那些会本以后 他就会说我要像里面的小恐龙一样那样勇敢我可以我能行 他都会是这样说就觉得很感动 The positive reception from both children and parents in Lhasa has encouraged Tashi Tsering to take the storybook's father afield 绘本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东西 因为其实像在城市里面孩子的爸爸妈妈都会去找一些自己的资源 但是更偏远地区的孩子他们可能家长还是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 我们都非常乐意去做一些支持 这次我们去江津的话差不多四五个小时就能到江津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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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小伙子 小伙子给别人来一大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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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大家一起去 Tashi Tsering was actually born in Gyantze County, Shizang However, when he was three, his parents died, casting a shadow over his childhood When he encountered storybook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thought how wonderful it would have been if he'd read them when he was a child I really am happy when we were coming to the first youth camp I am happy to be able to join our first hospital Maybe we may be going to give some of our parents to share their stories In order to learn storybooks, it would be important to promote促似 their hearts 或者说语言的发展 我能够让很多孩子 很多藏族孩子 从小喜欢阅读 不管是藏语书 汉语书 任何书 他喜欢阅读 那我就觉得 这个事情就成了 就是最让我开心的事情 137年 肯定是对于自己的民族的 文化的这种传承 以及融合的这种想法 肯定会更多一些 希望能够给 未来的藏族孩子们 能够留下一百本 我不知道两百本 三百本 多少本 就是非常精美的绘本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自己最大的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浮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